这是一件发生在台东真实的事情,伤害生命的结果,不但自己会遭殃,甚至连自己的家,人都可能会跟着倒霉,一起来听。 八年前,在台东县山区的一个小乡镇,住着一位名叫木火伯的老先生,木火伯养了一条母狗,名叫哈利,这只狗对主人忠心耿耿,深受全家人的喜爱。 有一天,木火伯要去香丝林除草,那地方离他家很远,要么骑自行车,要么不行,至少要半个多小时的路程,哈利通常都会紧随其后,跟着主人到山上帮忙,但那天,哈利已怀孕,即将分娩,无法像往常一样在山上追随,到了半山腰,哈利感觉临近生产,于是找了一个山剑边的草堆,躲了进去。 顺利地生下了七只可爱的小狗,当木火伯到达香丝林时,却发现哈利不见了,以为他还没跟上,于是折回家去了。 直到傍晚下班回家时,木火伯才发现哈利还没回家,全家人赶紧上山寻找母狗的踪迹,却完全没有想到哈利已经在山上生下了小狗。 他们也没有想到,从那一天起,人和狗的生活轨迹将截然不同,木火伯只好无奈地回家。 自从哈利生了小狗后,为了捕育它们,他拖着疲惫的身躯,四处寻找食物。 离山剑最近的住家是五熊叔夫妇的,这天正值农历二月二,是福德老爷的生日。 五熊叔夫妇准备了三生礼品,打算敬拜土地公。 然而,哈利却偷偷闲走了他们准备白白的五花肉。 当五熊叔夫妇回到厨房时,发现祭品不见了,他们急得又气又急,想到市场再买回来,已来不及,猪肉不翼而飞。 他们担心有人不静,心中愿由,夫妻俩猜想是山上的野狗或野猫来偷吃的。 于是决定隔天设法勤贼,以解心头怨恨。 第二天,他们在厨房椅子上放了一只鸡腿,将窗户和门都关上,只留下灶上的小窗。 没多久,哈利又来找食物了,沿着小窗跃下,看到鸡腿,一口咬住,准备溜走。 但五熊叔夫妇却齐心协力地将哈利击倒,并将他塞进了炉子里,当时炉里正燃烧着熊熊烈火。 可怜的哈利发出哀嚎和凄厉的声音,惨不忍睹。 这个悲惨的事件令人心痛,哈利为了补育幼犬,不得不到人类家中偷食, 却遭受了如此残酷的对待,人们的心胸如此狭窄,残忍,让人深感悲哀。 可怜的哈利和他的七只刚出生两天的小狗都遭受了不幸的命运,而五熊叔夫妇则从此遭受了悲惨的报应。 再说,五熊自己育有五名子女,都能独立自主。 大儿子驾驶挖土机,二儿子在工厂上班,三女儿在加工厂做女工,四儿子上大学一年级,五儿子上高中,一家生活本就是田足无忧。 然而,母狗被烧死后的第七天,二月九日,五熊的大儿子在开辟山路时,遇土之松动,挖土机不小心翻坠山谷,当场摔死。 当五熊一家正悲哀之际,二月十六日,老二骑机车下班回家途中,不小心撞到路数,严重脑震荡,送医不治。 五熊家,接连发生事故,全家笼罩在哀声探苦之声中,但还是无法挽回恶事的来临。 在隔数日,三女儿在工厂,为了感情纠纷,无法圆满解决,竟已服毒了却一生。 我儿子傍晚放学回家,在归途树丛里,被一毒蛇咬到,迟缓送医毒发生死。 这五熊家在短短一个月里,发生四件年轻有为的子女相继惨死,怎不令天下为人父母者心痛,心碎,肝肠寸断呢? 这白发人送黑发人,悲惨凄凉的情形,不正是与那捕育妻之小狗,受火烤死之母狗。 哀嚎妻里临终时之情况一样痛苦。 无助马,将小儿子的丧事处理妥当后,五熊叔之妻难以承受这接二连三家庭严重变故,生去乏味,也投还自尽了,遭此家破人亡的五熊叔,来到镇上,适逢此日是玄天上帝的寿淡,街道上正营压着神教绕境游行。 五熊叔见此景,不由悲从心生,往年此时,自己家里也正在庆祝,帝爷圣诞举行祭拜仪式,宴请宾客而忙碌着,而今妻死子亡人是全非。 这时,五熊叔不由自主,取钱贵在神教前,祈求帝爷公能慈悲保佑四儿子平安无事,且向帝爷公哭诉道, 弟子五熊,生平不做亏心事,为何今日遭受如此家破人亡凄惨之恶事?请帝爷公显灵指点迷津。 此时,帝爷公的鸡童竟临时起鸡,并回答道, 林五熊你做了一件伤天害理之事,难道你还不知道吗?约一个月前你夫妻俩谋记害死了八条性命,你们二人将一条母狗活活烧死,可有此事,吧? 五熊听了,心中甚是惊奇且困惑,而答道,真有此事,当时因此恶狗偷吃了我家正准备敬神祭拜之生礼,当时弟子大怒,方将它丢往炉里,将其活活烧死,也只有一条母狗之生命,何来八条生命呢? 玄天上帝鸡童说道,此母狗因刚生下七只小狗,为了哺育小狗,鸡不择处而偷吃你家食物,而你夫妻二人也太残忍,将其烧死,连带那七只小狗因母狗死了,无法补充营养,也跟着死了,只因母狗心中悲切。 怨恨之气非常深,哭诉造神,私命真君,再由造神转成,玉皇大帝,由上帝降旨意,准许母狗,鞋子寻仇雪恨,只因母狗灵有旨意,你妻儿遭逢恶事,生命皆由母狗,鞋子所抱而去,八条生灵的怨由非清,只有你亲自祈求母狗,鞋子之怨魂能是冤解仇,即解灵还虚系灵人, 非先佛不慈悲,不援手,此时的五雄叔恍然大悟,意识到自己狭隘的心胸,导致了八条生命的丧尸,而他的家人,也因此不明白他的行为,而遭受惨淡的结局,这种因果循环的报应,令人不寒而栗,五雄叔回家后,立即准备了三生祭品,香竹,指前,找到小狗们的尸体处,焚香祈祷,并真诚地请求他们, 原谅他的错误,眼泪滚滚而下,他承诺要注印善书,从事公益事业,以弥补过错,随后请来高僧为母狗及小狗超度,并将尸体妥善安葬, 夜晚,五雄叔梦中,见到母狗,带领小狗们前来向他致意,然后消失在夜色中,自此,林家父子立世不再伤害生灵,决心持斋行善,已弥补过失,如今,他们父子二人仍健在,坚持善行,期待幸福降临, 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,因果报应,时非虚言,在重庆沙平坝土湾附近的重棉厂家属区,有一家人,窗台上来了一只野猫,母猫怀孕了,不久,窗台上生下了一窝小猫,它们迅速长大, 而母猫常常为它们搜寻食物,或许你是否曾见过深夜里野猫在垃圾堆中寻找食物的情景,它们艰难地挖掘袋子中的食物,为了孩子,母猫不惜劳累地寻觅足够的食物,再费力地搬回喂养小猫,这样的场景令人感动不已,在那片区域,小猫平安地生活了数周,一切都安静无事, 可是有一天,家里的一位居民,趁着母猫外出觅食时,竟然突然生出邪念,将小猫全部推下了窗台,母猫回来时,惊骇地看到自己的孩子们变成了五具小小的尸体,悲愤之余,母猫不知从何而来的灵感,居然准确地爬上楼梯,以前它只认的窗台,找到了这家人的门口,一只一只地用口,闲着孩子们的尸体, 整齐地摆放在门口,一位见多识广的老者看到这一幕,立即发出感慨,这家人,不死也要脱层皮,一个月后,那位将小猫推下窗台的人突然觉得皮肤不舒服,然后开始一块一块地脱落,他感到恐慌,于是去医院检查,结果显示是皮肤矮, 而且是极其严重的一种,这是真实发生的事件,当地的居民都知道,所以,绝对不要因为一时的邪念,而轻易伤害生灵,认为那没什么大不了的, 未来要付出的代价之高昂,你根本无法想象,爱护生命,就等于爱护自己,生命也有感情,你对它好,它也会对你好,你伤害它,它也会反击你,不要说动物,就是对待人类, 如果受到伤害,还能心怀怨恨,有所报复,难道你觉得动物被杀害时会甘心吗? 古人说过,忍者长寿,仁慈的人总是为他人着想,所以他们才能身心健康,活得更长久,种下什么因,就会得到什么果,这是宇宙间永恒不变的道理,窗体顶端。